今天为你解读的是自私的基因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18万字 我会用大概20分钟的时间 为你讲述书中精髓 自私行为和利他行为 在生物学上的意义 这句话不太好懂 需要解释一下 童俗的说 利他行为就是舍己为人 你要是经常观察动物 你会发现 很多动物会做出一些特别高尚舍己为人的事 你比如说东非草原上的羚羊 每当发现天地之后 会不停的高高跳起 给同伴报警 叫同伴赶快逃跑 但是这种跳跃很容易吸引狮子 猎狗的注意 让自己变得危险 有的文章就说了 羚羊是那么的高尚 说明生命的天性是善良的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动物不知道什么叫高尚 他们那些高尚的行为 都是由自私的基因决定的 羚羊跳起来向同伴报警 其实只是在向天敌炫耀 你看我跳的这么高 跑的一定特别快 特别不好抓 所以您还是省点力气 不要抓我 去抓我的同伴吧 肉食动物 都有专挑老肉病残下手 降低捕猎难度的习惯 所以羚羊的跳跃 反而会让自己更加安全 总而言之 纯粹舍己为人的利胎行为 是不存在的 每一种动物行为背后 都有一个终极的意义 就是让它自己的基因 更好地流传下去 这个呢 就是自私的基因这本书 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当然 它呢不是在传播负能量 只是要帮我们弄懂 到底什么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你可能会说了 进化论 我懂啊 不就是试者生存 优胜劣汰吗 上中学的时候学过 你啊 还真别小瞧这八个字 虽然说大家都会说 可是真弄懂的人不多 有一个关键问题 当年达尔文本人也没说清楚 那就是 自然选择的单位 到底是什么 通俗地说 达尔文主义 主张试者生存 优胜劣汰 可是所谓的优胜劣汰 淘汰的是 某一个具体的生命 比如说一个动物 一个植物 一个细菌 还是说某一群生命 或者说一个物种呢 做着告诉我们 这些啊 全都不是 自然选择的真正单位 是小小的DNA分子 基因 基因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 而保存它们 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 我们呢 就是基因的生存机器 不管是自私行为 还是利他行为 其实都只是为了 让这个生命体 所承载的基因 尽可能的延续下去 说的绝对点 包括我们人类在内啊 生命其实只是一种机器 一种用来 保存和复制基因的机器 鱼是水里游的 保存基因的机器 鸟是天上飞的 保存基因的机器 基因呢 就造出各种各样的生命体 决定它们的行为方式 只是为了让自己 永恒的存在下去 这么说的作者 理查德道金斯 是牛津大学的教授 著名的社会生物学家 他在英美社会 差不多家喻户晓 因为他常常对 大众发言 坚决的捍卫达尔文主义 媒体呢 说的是 心无神论的四骑士之一 当然了 自私的基因呢 毕竟是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的著作 科学发展日新月异 书里的某些具体表达 现在看起来 可能有点过时了 但是这本书的核心精神 仍然成立 它把十九世纪 建立的达尔文主义 发展到分子生物学的新层面 这本书背后的科学研究 让道金斯的导师 廷伯根获得了诺贝尔奖 我来问你详细的讲述 书里面的内容 这本书问世了四十多年 一直特别红 至少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单单在中国 就有好几个译本 这是因为 生物学原理 可以用来解释人类行为 换句话说 理解了进化的奥秘 才能够理解我们自己 人类呢 大概是有2.5到3.5万个基因 每个基因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把人类看作基因的生存机器 可以解答我们生活中很多疑问 书里面内容特别多 我们主要呢 介绍四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为什么我们会死 随着科学的发展 我们有没有可能不死 或者说至少延缓死身的脚步 第二个要点 为什么有男女两性 为什么我们不能无性生殖呢 第三个要点 亲情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姥姥比奶奶更亲 第四个要点 人类能不能够反抗基因 赋予自己的天性 好 我们就来先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为什么我们会死 随着科学的发展 我们有可能不死吗 或者至少延缓死身的脚步 长生不死 大概是人类的共同愿望 但是很可惜啊 有道是人生自古谁无死 对吧 任何生命都必须面对衰老和死亡 那为了延长寿命啊 我们费尽心思 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 老话讲嘛 人生七十古来西 但是你看 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早就已经超过七十岁了 去年呢 曾经还有报道说 北京上海两个地方 平均寿命甚至超过了八十岁 可是呢 人类的最高寿命呢 却没有得到明显的延长 以前我们期盼长命百岁 现在还是一样期盼 那你想过没想过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过去流行的观点啊 说啊 这个是衰老个体 给年轻人疼地方 当某个人已经衰老到 失去生育能力的程度 他对我们这个物种的繁衍啊 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所以要离开人世 给年轻人让出生存资料和空间 那听起来挺感人的啊 好像有一种蜡炬成灰 新火相传的崇高感 可惜呢 它只是没有根据的空想 那让我们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的确啊 我们的生命只有短短百年 可是制造我们这具生存机器的基因 可是万古长存的 构成基因的DNA分子 虽然说不像钻石那样 结构稳定 一颗永流传 但是人家会自我复制 不断扩增 一个成功的基因 能够不断的复制自己 一代一代流传下去 不过呢 成功的基因 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新出现的基因 其实根本没有机会复制自己 刚出来就很快消失了 因为这些不成功的基因 会让承载它的生命体 早早的就死去 自然选择 就像一张大网 会清除掉那些不成功的基因 只留下成功的 假设有两个基因 都会让人得癌症 但是呢 发病的时间不一样 一个会让人在两三岁就得病 一个呢 让人在五十多岁得病 那么前一个基因 就是不成功的 后一个就是成功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致死基因 如果说在动物达到生育年龄之前活动 那它就没有任何机会 复制遗传给后代 但是如果说 它在动物青壮年时期就活动 此前呢 已经生育过后代 那它就有机会遗传下来 如果说它在动物晚年致死 留下足够的时间 让动物在死亡之前 生育很多次 好 那这一个致死基因 当然就有很多机会 复制流传 你注意到没有 基因成功不成功 跟我们成功不成功 其实根本就两回事 就算一个基因会让我们去死 只要说在死前 生育足够的孩子以后 它就可以流传下来 还是成功的 经过漫长的进化岁月 这种会让我们在老年死去的基因 不断累积 越来越多 所以呢 我们都必须在衰老之后 面对死亡 那根据这个理论 如果说我们想要延长人类寿命 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呢 那我们就禁止在一定年龄之前生育 你比如说 大家约好 40岁之前 谁也不许生孩子 这样呢 也许坚持几百年之后 可以再提高到 50岁之前 谁也不许生孩子 60岁之前 谁也不许生孩子 以此类推 如果能坚持个几千年 人类寿命一定能延长 因为到那个时候 所有携带短命基因的人 都已经断子绝孙了 当然 那这个办法对我们 自己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也不会有人傻到 真的去这么做 真正有价值的是第二种方法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 愚弄起因 让他们认为 我们比实际要年轻 这个呢 就是科学家们努力的方向 你比如说啊 假设某种化学物质A 在青年人体内呢 浓度比较低 在老年人体内浓度比较高 恰好 有这么一个基因 遇到物质A就发挥不好的作用 不遇到A就发挥好的作用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 化学物质A 是衰老的标志 只要降低体内这种物质 就可以延长生命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化学物质B 在青年人体内浓度比较高 在老年人体内浓度比较低 某一个基因啊 遇到物质B 就发挥好的作用 没有B就发挥坏的作用 那么化学物质B 就是青春的标志 提高它的浓度 就可以长保青春 但是很遗憾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A和B到底是什么物质 不过呢 科学家已经做了很多探索 不断的有好消息传过来 也许哪一天 我们真的会破解 长生不老的秘密 上面为你讲述的呢 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我们需要面对衰老和死亡 是因为一些致死基因 在人的晚年活动 他们已经复制流传下来了 那说完这个呢 我们接下来说第二个 为什么要有男女两性 为什么我们不能无性生殖 如果说爱情 是人类最美好的故事 那么找不到对象 大概就是让人最懊恼的麻烦 当大龄青年被爸妈的催婚 逼得一脸不耐烦的时候 大概很多人都有疑问 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自己生出后代 非要男女两性结合 从生物学上看 有性生殖对个人来说 其实是很不划算的 因为它费尽心理养育的后代 只有一半属于自己 另一半继承的是配偶的血统 我们还知道 很多动物交配以后 是由雌雄当中的一方 单独补育后代 它就相当于为配偶白白打工 从道理上讲 无性生殖确实也可以存在 比如说牙虫 雌性牙虫可以独自生下它的女儿 不需要雄性牙虫的参与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大多数生命 还是采取有性生殖呢 答案啊 就在我们刚刚揭示的秘密里面 我们是基因制造出来的 但是基因成功不成功 跟我们成功不成功 根本是两回事 基因制造我们 只是想把它自己保存下去 至于咱们过得开心不开心 它根本不在乎 每一种生物都有很多的基因 或者说是一大群基因组成的联盟 共同建造了它们的生存机器 也就是我们的身体 可以把我们看作一辆公交汽车 基因既是汽车制造者 也是车上的乘客 每一个乘客呢 都有自己的性格 表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生命现象 有的乘客在制造汽车的时候 不愿意出力 只想搭便车 所以我们就发现 人体实际拥有的DNA数量 比制造人体所需要的数量 要多得多 这些DNA 从来不发挥作用 既没有益处 也没有害处 就像一个安静的乘客 也有一名乘客 他的工作呢 是组织其他乘客 跟另外一辆车上的乘客交换 这么做 对公共汽车没有好处 对其他乘客也没有好处 不过他自己啊 乐死不疲 你可能听出来了 这个乘客 就是负责有性生殖的基因 他的功能呢 就是操纵我们 有性生殖 这对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好处 纯属浪费精力 就说到底啊 是我们为了基因存在 不是基因为了我们存在 顺便说一句 这个无聊的换车组织员 还不算最恶劣的乘客 还有一个 名叫做突变子的基因 就突然的突 变化的变 儿子的子 功能呢 是让其他基因的复制出错 这就好像说公交车上 混进了小偷了 另外呢 还有一些致死基因 会令我们死亡 就好像一个特别任性的乘客 要制造翻车事故 不管是对我们来说 还是对其他基因来说 这样的基因都是有害的 但是这个基因呢 还是会自私的复制自己 一点也不会顾及我们的感受 那上面为你讲述的呢 是本书的第二个要点 我们采取有性的方式 生儿育女 其实是因为 我们身上的一个基因 自私的操纵了 其他全部的基因 强迫他们去配对和交换 说到这呢 顺便还要再提一个问题 假如我们能够用克隆手段 实现无性的升值 爱情还需要产生在 两性之间吗 这个问题 没有标准答案 如果说追问爱情的生物属性 那就应该是我们对繁衍 和扩增自己基因的 本能向往 但是爱情的美好 显然应该超出生物本能 抛开升值的需要 对待爱情啊 似乎可以有更加宽容的理解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说第三个要点 亲情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有 姥姥不亲 舅舅不爱的说法 为什么会说 小儿子 大孙子 老太太的命根子 这两句俗语啊 你可能都听过 有意思的是呢 不管是在中国 还是在外国 人们往往都觉得 姥姥比奶奶更疼外孙 舅舅比叔叔伯伯 更关心外生 站在自私的基因立场上来看 这个规律 合情合理 每个人呢 都非常爱自己的近情 亲缘越近 爱得越深 这是基因决定的 因为亲缘越近 两个人身上的基因就越相似 你身上的某个基因 出现在你同胞兄弟 或者儿女身上的几率 是二分之一 它出现在你第一代 堂兄弟身上的几率 是八分之一 出现在第二代 堂兄弟身上的几率 是三十二分之一 它出现在第三代 堂兄弟身上的几率 已经降低到了一百二十八分之一 这个比例 已经和同一个基因 出现在随便两个陌生人身上的几率 接近了 这样看来呢 中国人用五幅 区分亲戚关系的元件 的确是有道理的 简单的数学计算 就可以看出来 你跟你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之间 都有四分之一的血缘关系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外婆比奶奶更爱你呢 要搞懂这一点 我们必须考虑一下 动物在实际生活当中 怎么估计谁是他的近亲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答案很简单 我们当然知道 谁是自己的亲属了 因为我们会说话 我们会起名字 我们有正式的婚姻关系 可是呢 在文明发展起来之前 又有谁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呢 传说母系氏族社会 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这是很现实的情况 所以呢 在很多物种里面 母亲都要比父亲 更能识别谁是他自己的后代 因为母亲生下来有型的蛋 或者孩子 而可怜的爸爸呢 却很容易伤当受骗 所以父亲不像母亲那样 乐意为子女操劳 那是自然的 同样啊 外祖母比祖母 更能识别谁是他的外孙 或者外孙女 因为他生下女儿 女儿又生下外孙 一切都清清楚楚的 姥姥比奶奶更亲 也是合乎情理的 姥爷识别外孙和外孙女的能力 相当于奶奶 他们都是对一代有把握 而对另外一代没有把握 爷爷呢 在这个问题上是最可怜的 因为他两代都没有把握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舅舅对外甥 应该比叔叔或者伯伯更亲 因为他肯定能够确认 姐姐或者妹妹的孩子 所以你明白了吧 生意很好的饭店 为什么叫外婆家 而不叫奶奶家呢 谈到家庭理大爱 还有另外一个 在国内外都很常见的问题 就是母亲总是偏心小儿子 其实呢 不仅仅是人类 其他动物也有类似的现象 偏心可以理解成一个母体 在子女身上投资的时候 对资源的分配不均等 这里说的资源的内容特别丰富 科学家创造出来一个叫做 亲代投资的词来概括 就亲人的亲代替的代 任何一个母体 在他一生能够给予子女的 亲代投资 都有一定的总量 这个亲代投资的总额呢 包括他这一生当中 能够搜集到和制造的食物 他准备承担那些风险 以及他为了儿女的福利 所能够耗费的一切能量和精力 在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 到来之前 人类的母亲和其他动物是一样的 往往都要面对食物短缺的风险 你想想看啊 如果说一个哺乳动物 有较大的和较小的 两个幼儿需要喂养 你说他会优先喂养哪个 那答案是喂养小的那个 因为毕竟大一点的 可以自己找东西吃 也不至于饿死 而小的还不会自己觅食 更需要依赖母乳 当然我并不是说呢 其他动物也会像我们人类一样 去精打细算 他们不需要思考 基因已经把这种选择写进了本能 哺乳动物 一般都会在幼儿学会 觅食之后断奶 这样可以把母亲有限的资源 留给未来的子女 但是呢 假如某一个母体已经确定了 自己正在哺育最后一个幼儿 他又用不着这样节约 那就可以尽情的倾注全部的资源 也许呢 他会把幼儿一直奶到成年 不过 也许呢 这个母体可以再权衡一下 他还可以选择把剩余的资源 花费在孙辈的身上 毕竟呢 那也是他的后代 老太太帮儿女带孙子 对基因来说 是一种很划算的投资 另外呢 人类有一个很有趣 也很难理解的现象 就是男女两性的衰老方式并不一样 男性的生育能力呢 会随着年龄逐渐降低消失 而女性 却是突然失去生育能力 也就是所谓的绝经 绝经以后的女性 不会再生育子女 她会把爱倾注到孙辈的身上 有科学家猜测 这可能是因为啊 老年母亲生下的幼儿 不如青年母亲生下的健康长寿 这样呢 控制女性投资孙子 而不是儿子的基因 会更容易成功 你看 不同的基因 决定了我们不同的行为方式 这就好像赌徒在下注 赌赢的基因留下来了 赌输的就灭绝了 为什么老太太喜欢小儿子 更喜欢大孙子 因为在进化的岁月当中 这种选择最容易让后代生存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本书的第三个要点 亲情来自基因保存和复制自己的需要 下面啊 我们来为你说说最后一个重点 人类能不能够反抗基因赋予自己的天性 难道我们就只能生活在基因的安排里面吗 只能任由基因来决定生活方式吗 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把身体比喻成生存机器 但是生存机器呢 至少在一个方面远远超过了人造的机器 那就是生存机器拥有自我的意识 我们可以自己去思考和决定 不用等到机器的控制者下达命令 最近呢 人工智能的话题非常火 其实基因控制我们的方法 就和程序员编写FGO之类的下级程序的过程 很接近 DNA通过控制蛋白质的合成来发挥作用 就好像在动物的胚胎阶段 基因给自己制造了一台快速反应的计算机 并且编好了程序 可是这个程序是那么完美无缺 以至于发生了质的变化 产生了我们称为的主观意识的神奇能力 应该把意识看作一个进化趋向的终点 也就是说 当生存机器最终产生了意识 它就从主宰它的主人 也就是基因那儿获得了解放 变成了有执行能力的决策者 我们的大脑甚至有能力拒不服从基因的命令 你比如说 基因希望我们尽可能的多生孩子 但是理智告诉我们要计划生育 一个夫妻最多只剩两个 给我们的世界留下自由的空间 这本书的名字叫自私的基因 因为基因是一种秉性自私的分子 永远只追求保存和扩散自己 很明显 那要建立一个人和人合作无私 慷慨大多的社会 不能指望依靠我们天性本能 但是我们人类在进化当中的伟大成就 正在于发展出了自我的意识 可以独立思考 对抗自私的基因 这就像作者道金斯本人所说的 让我们设法通过教育 把慷慨大度和利他主义 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吧 因为我们生来是自私的 让我们懂得我们自私的基因居心何在 因为这样呢 我们至少可以有机会去打乱他们的计划 而这是其他物种 从来没有能够希望做到的 这本书写成的年代 研究遗传变异的新学科表现遗传学 还没有建立起来 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成长环境会影响基因的表达 同样的基因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功能 造就性格秉性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所以啊我们可以接上道金斯的话头 人类完全没有必要绝望 良好的教育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 好了 说到这儿呢 今天内容就聊的差不多了 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呢我们说到了生命的存在 仅仅是为了携带基因 并且尽可能的复制它 自私是进化的基本动力 然后呢我们解释了 人类对长生不老的渴望 以及对爱情的期盼 都是来自于基因的预先设定 感谢科学的发展 我们已经有希望通过欺骗基因来延长生命 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爱情的基础 接着我们又解释了亲情的遗传学依据 人类判断亲疏是基于共享基因的多少 最后呢必须指出的是 人类拥有文明和教育 我们的命运不会只由基因决定 自私的基因本身没有思想 但是这些基因所创造的我们 却不仅可以理解我们自身 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可以摆脱基因无声无息的控制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